好 小发明变来变就很有趣 但是当远景变成了街友就不好玩了 就是台南市一名远景投诉 他说他住院的时候呢 这个永昌康的荣民医院 为了进行环境评件大扫除 就把病患连人带床搬到了走廊上 让他觉得自己变成了街友 非常不满 走廊上有的病患坐在病床上发呆 有的人干脆躺在病床上盖着棉被休息 丁先生愤怒指控 院方根本不把他们当病人看待 我放在那里走到一天 我在那里休息 还不知道要怎么休息 中午就吃饭 不知道要怎么吃 晚上就吃饭要怎么吃 结果我刚才在那里的日光室 就是看电视那里 还是在外面 刚才在外面睡一天 丁先生说去年12月底 因为罹患急性胰臟炎 到台南市永康荣民医院住院 没想到院方为了环境平静 进行大扫除将病患移到走廊 其中还包含重症患者 来这里辛苦 有我们早餐的那样 我到这点 我到这点 真的很疼 我们都会有一个年度的一个大清洁 为了要让我们的病人 有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个角落 都打扫得很干净 跟他们沟通完了以后 争得他们的同意 然后我们把他们移到走廊上来 原方强调都有跟病患沟通过才这么做 不过为了大扫除将患者移到走廊 显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 终于新闻赖冠状元方探探报道